臺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到市議會拜會民進黨團的時候 市議員洪婉禎突然詢問副市長李四川 會不會做好做滿呢 沒有想到李四川回應一定會做好 但不一定會做滿 而李四川也進一步解釋 是要看蔣萬安 因為不願意讓他繼續做 此時蔣萬安趕緊拿起了麥克風 喊出萬安警報 並高唱經典歌曲 我願意 臺北市長蔣萬安到議會拜會民進黨團 但怎麼報告到一半突然唱起歌 原來跟副市長李四川有關 在這個位置上會不會做好做滿 我會做好 當然不見得一定會做滿 什麼意思 你要去哪裡 我跟董事跟聽不懂 你跟董事跟董事 你要去哪裡 我回家 我都在哪 當時你現在要重大宣佈嗎 原來是市議員洪婉珍詢問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會不會做好做滿 沒想到李四川竟然回答 不一定會做滿 引發全場嘩然 隨後李四川也在進一步解釋 因為要不要做滿有兩個條件 一個我願不願繼續再做 那你願不願意 第二個是市長願不願讓我再繼續做 現階段我很願意為台北市來工作 那你有什麼意思嗎 那你願不願意做滿我不曉得 李四川驚人喊出不曉得 能不能將任期做滿 難道是要離開台北 去選新北市長嗎 蔣萬安趕緊標態未留 我願意為你 你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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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得不住怎麼辦 你不要煩惱啦 不要煩我吃煩惱啦 大度跟時代不要喊口號而已啦 蔣萬安突如其來 高歌一曲笑翻全唱 不過話風一轉 談到台智光案 民進黨議員炮聲隆隆 這都打給台智光 對 就依照 然後現在的劃力先用 來那整體決定時間 先用176去處理 包括你會看到意義好了 113年14年 那個不算重新來過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直是我們的立場 民進黨議員來勢洶洶 蔣萬安明顯 難以招架 台北市還有許多弊案 需要查清 如果未來李四川真的投入 新北市長選戰 對江市府來說 恐怕是一大打擊 記者綜合報導 但是已經過了 在其他地方 不斷盡